减歇期后的中超联赛已经进行了三轮,大连一帮在满怀期待中,至今仅交出了一拼两副的成绩,着实令球迷们难以接受。 如果说打平和北华夏幸福还有些遗憾,课场输给人和,由于地外太多,那么在主场输给天津台达就已经暴露出了许多问题了。 主教练苏斯特尔在间歇期前曾经豪言,间歇期后将会看到一支完全不同的大连队,可是眼下等然俱增的绑极压力,无疑给苏斯特尔泼了一盆冷水,年轻球员交学费时机是否合适? 自从苏斯特尔中任一帮主帅以来,大批的年轻球员被苏斯特尔看重,并屡屡在关键时刻能够拥有登场的机会。 这种不看资历只看重能力和状态的选人标准也一度受到了对内和外界的变渴,并且充分调动起了球员在平时训练中的积极态度。 包括像王耀鹏这样的球员,都被称攻挖拳出来,但是随着联赛的推进,苏斯特尔在许多关键点,对于年轻球员的使用,却惹出了不小争议。 刚上任球队后,苏斯特尔坚持使用卡拉斯科,但躺下后卫奔特尔的三万元组合,在中锋的位置上大胆启用了有二三球员杨芳志。 但是在两场比赛中的效果并不理想,随后苏斯特尔终于启用木屑葵,并且收获了不错的效果,而杨芳志则从此没有获得太多在联赛中登场的机会。 此后,项羽正和严鹏这些小将,也获得了出场机会。 但是苏斯特尔的习惯在于,一旦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和目标,这名球员就很难再受重用,敢于大胆的使用年轻球员本来是一件十分值得倡导的事情,而且无论是失误还是犯错,对于年轻球员来说,都是一种宝贵的经验积累。 但是这种不断大胆启用,然后又不停启用的做法,从某种程度上也打击了年轻球员的自信心。 从另一方面来说,眼下大连一方的保级压力,也显然要高于培养年轻球员,一方需要的是打好今年整场的保级战役,而不是单单的某一场比赛。 如果今年能够保级成功,赛中超占我阵脚,那么在下赛季的比赛中,舒斯特尔竟有足够的资本,去抱心大胆的培养年轻球员。 但在倒提这种极大的压力和困难下,能力和经验,或许是球队更加需要养账的东西。 新缘使用是否过于谨慎,间歇期,大连一方引进了三名新缘,包括来自深花的秦升和国安的静鹏翔,还有一名曾经效率过中超的外援李亚斯科斯。 在过去的三场连赛中,李亚斯科斯出场两场,替补一次手发一次,秦升出场三场,替补两次手发一次,静鹏翔则压根没有获得出场机会。 在对阵天津泰达的比赛中,面对中后卫位位置上的人手严重不足,舒斯科尔仍然坚持用秦升客串中后卫,而没有选择让后卫出身的静鹏翔登场。 这或许也就意味着当主力逐渐复出后,静鹏翔在后面的比赛中,也几乎不会有出场的机会,而秦升虽然在中后卫的位置上表现不错,但是后,要出身的才拥有着不足的进攻串联。 和中场拦截能力,在比赛中的最后阶段,正是秦升的多次上前助攻才帮助球队取得了进球机会,而在中后卫的这个位置上,则大大限制了他的特点和能力。 此外,当主意替补外员身份,遇见利亚斯科斯的时候,就是考虑到,无论是穆谢奎,盖坎,还是卡拉斯科因商学习时,利亚斯科斯的特点都能够成为任何一个外员的替代者。 在最近几场卡拉斯科不在的情况下,利亚斯科斯似乎应该获得更多的出场机会,但或许是考虑到状态和体能问题。 舒斯特尔对于他的使用也十分谨慎,对正和北华夏幸福的比赛卫生。 舒斯特尔在需要加强进攻的时候,宁愿选择让颜鹏登场,也没有给利亚斯科斯,哪怕是分钟的表现时间。 从目前的情况可以看出,秦升带来到球队之后,已经开始作为了主力位置,成为一方不可或缺的一员。 在卡拉斯科归来后,利亚斯科斯还是继续调整身体状态,且在大部分的时间里将会与穆谢奎形成竞争战港的关系。 而景彭祥在伤并满赢的情况下都没能获得主帅青烂,或许他只能在后面的粗节杯比赛中获得出场机会了。 卡拉斯科是最后的救命的草,如果说能给输球的结果找出一点理由的话, 那么也许就是目前伤兵满赢的状况,自间歇期过后,球队主力中后位王廖鹏,就是中印商,万能登场。 三场比赛中先后使用了单腾飞和秦,升来客串这个位置。 随着比赛的深入,朱婷、李帅、周婷等多位后房球员,前后遭遇了伤病问题, 使得球队在后方线上,被迫作出大面积轮换,在输给泰达的比赛中,汪金贤英红排停散,卡拉斯科尚未归队,加上伤病影响, 以防至少损失了一半的主力阵容。 最近几场比赛中,森博和李亚斯科斯,轮班顶替着,属于卡拉斯科的左路位置,但无论从效果还是结果上来看,都无法代替卡拉斯科, 在进攻中所展现的强大威胁,李亚斯科斯首次首发登场打满全场,整体表现只能说是中规中矩, 虽然脚下技术和头脑意识非常出色,但是也明显看出他的身体状态,仍然未能调整到最佳, 在体能和爆发率上都很难从容的支配90分钟比赛, 目前,卡拉斯科少位正式归队,在两天后对阵长春亚太的关键比赛中,能否登场仍然是个未知, 而伴随着卡拉斯科的缺席,前锋木歇轨的作用也遭到了制约, 最近三场比赛仅仅打进一个单刀球,所以,眼下对于大林一方来说, 只为重要的就是卡拉斯科的回归,并要寄希望他能迅速找到状态, 帮助球队扭转眼下推势, ZN的脸则声明,本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